今晚宝典说出经典,演说梦工厂,轮到不上场 我是黄一鸣,来自槟城大三角 我的讲题是坚持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,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我从小就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很感兴趣 总是想尽办法去解开我脑中的那些问号 由于好奇心满满的我 几乎把家中百分之七十物品都拆得七零八乱 所以我在我父母亲的心目中是个名副其实的破坏王 虽然我总是弄得父母亲欲哭无泪 不过我从未放弃过我的梦想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 谁都想让自己的梦想实现 但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,梦想才会实现 梦想能让你感觉到,体会到坚持是一种幸福 梦想一旦复出于行动,就会变得神圣 你可有梦想 我相信只要永不演气,一定会达到成功的笔案 让我们一起坚持梦想吧 谢谢